位于福建莆田中门半岛南部的蒲西古城 在历史上因居民团结浴血看沃而闻名 其一年一度的蒲西十九日城华庙会活动 以爬刀梯、下火海等独特的闹元宵民宿活动 纪念古城看沃历史 汇就了一道靓丽的民宿景观 2月23日农历正月十九 记者到此实地采访 上午十时曲 随着古号齐名头齐高举 由妖谷队、陕谷队、车谷队和宗教队等触庸 扶手、正庄、捧香炉带领乡人开始绕进巡游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光身赤脚、嘴弦银针 手指宝剑和采棋 坐在八台刀轿上的同身 一路上不时地挥舞手中的宝剑 绕进寻安不服 扶洗城隍庙幼广场 鼓声点点、人声鼎沸 广场中央竖起了高达17米的刀踢 每一个踢极都是一把刀刃向上的尖刀 共有21级 巡游队伍返回城隍庙幼广场 只见童笙一跃而下 徒手攀刀踢 童笙在踢顶坐定后 便开始向围观群众抛制铜钱 现场人群高举双手 大声呼喊 奉力接住铜钱 刀踢下来之后 童笙又跃上刀轿 扛轿的年轻人在一面大旗的指引下 开始颠刀轿 大旗翻卷 刀轿就颠簸如烂 刀轿上的童笙 稳坐如山 刀轿下的教夫们气势逼人 人们随着刀轿的起伏不断呼喊 气氛热烈 声乐之酒是从古代就传下来的 今天正要是就是普及这个元宵的高潮 能有几万人来签这个铜钱的 能够签到铜钱的就有呼气的 我认为元宵的高潮就落脑的 这个古老的铜钱就是这样 除了爬刀梯 在广场的另一侧 跳火摆宗教也正在精彩上演 小伙子们蓄势待发 发劲奔跑跨步 带着宗教瞬间越过火堆 昼而复始 皆毫发无损 令人拍手生起 跳火寓意生活红红火火 当地民众以此祈求平安 感觉很新奇 而且好像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 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它这个特色是 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的 这个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太震撼了 非常震撼 而且就是我觉得这么多人 福建人的这种精神 我觉得在这种民俗活动中 很好的表达出来了 特别有任性 还有福建人特别有耐力 拼敢拼 记者了解到 现如今传承着 蒲羊儿女抗窝精神的 蒲喜十九日元宵庙会 已成为蒲田文化的一张名片 年年研习 代代流传 正吸引着成千上万 来自各地的游客 前来一度魅力 里面是摆成的 当然是